今天扇摩斯也又推出了新的鍋子 燜燒鍋 我想對很多家庭主婦 或者是喜歡 不管男生女生 喜歡做菜的朋友 都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因為燜燒鍋 其實它可以 它可以很快速 把你想要的東西 就是丟進去 然後就蓋起來 幾分鐘的時間 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好料理 那我們今天也來試試看 就是這樣子 那你的意思就是 平常拿手好菜是什麼樣子呢 其實說起來有點慚愧 那個廚藝其實已經有點空了一陣子 那但是最近還是會在家裡 就是跟老婆小孩一起做餐 那最近做的一道是包煎餃 就是紅 你們很喜歡包餃 對 因為它很方便 然後又可以全家一起活動的一種 一種晚餐前的一個娛樂 就因為很簡單 你買個水餃 餃子皮 然後一些韭菜加水肉 然後自己拌一拌 加點花味 然後麵粉一灑在桌上 那小孩就開始 就開始亂摸亂花 然後他們也試著 試著自己去包 捏各種花樣 我們就比賽說 看誰的餃子最可愛 然後能夠捏出最多花樣 然後包完之後再就煎 就煎了之後 五分鐘 五分鐘不到的時間 就可以端上桌 然後就馬上可以 又可以比賽 然後又可以享受到我們餵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是我們最近比較常做的 娛樂 娛樂料理 那通常是誰會第一名 誰的賣相最好 通常是我老婆的賣 對 包起來最好看 然後我是第二名 那小孩就不一定 我小孩就看創意了 有時候小孩會突然就是 他其實是一個餃子 但他可以把它捏成燒賣 那也可能他就說 他把它捏成包子 或者是什麼 他就亂捏就對了 只要合得起來 可以下鍋去煮都可以 我們都接受 那在家裡 你的廚藝比較好 還是跑你的廚藝比較好 他是屬於比較大膽冒險的那一種 那我是屬於比較 比較 我見大聲 比較 比較不要破壞大家胃口的那一種 那我比較負責的是 我比較會炒 我比較會炒菜 然後 然後我老婆就會去嘗試 比如說包餃子 或是燉 燉東西 比較 背食 比較背食的東西 那他就 他就比較想要去嘗試 那對我來講 我就是東西 下鍋 快炒 才會讓一加 然後一下就一加大腳就可以吃 這種 對我來講比較方便 那你們有沒有彼此 最喜歡對方煮的那一道料理 他很會燉湯 之前我們有去香港 也買了一些什麼 那些香菇啊 一些什麼 然後他就從 就是賣回來之後 他就自己燉了一鍋香菇雞 我覺得他燉的湯 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他最喜歡你做什麼菜 因為我大部分就是只會快炒 所以 熱潮心 熱潮心 我是屬於熱潮一百 找熱潮一百的路線 可是我炒出來的 基本上都覺得還不錯 熱潮一百